在秀林乡富士村的守护萨巴协会 在富士村活动中心是办理了 109年度父亲节节庆 即关怀弱势物资发放 卡拉OK才艺表演 宣导人文关怀等内容的活动 让弱势的乡亲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活动中则是让乡亲家人联络感情 促进父子与家庭亲情情之外 同时也办理公益缺增物资 而这次公益活动相当感谢立委傅庚奇 市长会加钱 欢迎市面代委会副主席李政伟 新航赏金公司亚洲水利股份有限公司 立顺立青有限公司专幕中董事长 许正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陆辉立青股份有限公司 远东市长 中药局刘国平先生肯定认同 并且捐重物资一同来公怀弱势 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活动这么盛大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 法力区医院理事长解光感情理事长 也在这里 进出各位乡亲 八八解愉快 身体健康万事无益 理事长田出发表示 沙坝就是太如隔族语 代表家的意思 因此我们遵循了祖先的路 要守护家庭 协会成立以来 积极透过协会的平台 促进长者健康 培育人才 关怀弱势 照顾涨涨等等 记得喜欢学乡的频道